哈喽大家好,我是班大帅,花生哥本七大帅观战来观战一下老杨的红夫人 呦,这边,哎,你看,毒液改名字了,很堆啊,电厂还执迷不悟啊,执迷不悟 那这局我觉得,如果说这局毒液跑了,电厂被留下了,那证明什么? 证明大家就可以改名字了啊,改一个名字可以提高10%的胜率 这话上来找到了祭司,夜刀,呃,这个局其实我觉得两边是一个五五开的局啊 就没有太大的一个胜负面,大概率是个平啊,大概率是个平 这边祭司开车呢,就是一个镜子抬过去依然能够击倒的 这边是,这波镜子好像抬得不是特别好,那它还反拉过来,先知鸟给上 这样的话,这个鸟不能吃这一刀的啊,因为你这刀打完以后它就开车了,然后你又没有镜子 一刀,好的,漂亮 因为它刚刚镜子已经焦了,所以说这边如果技术顶鸟,你知道打完擦刀 它开车,开车过去以后,红夫人是没有跟过去的一个能力的 这边的话有一棵树顶着,能撞到吗?撞到,但是没有能撞下来,补一刀 这样的话鸟也焦了,野人卡半就一波,还行吧 很小哦,一个红夫人想要赢这套阵容是比较难的 因为这套这种修的并不满,看似野人,但是外面一个先知一个囚徒 这两个人还是能够修的 一刀 稳定的拉开就可以了,尽量不要去给到任何的机会啊 因为这些刀如果说不小心吃到了呢,现在是没什么关系 但是等到祭司挂飞了以后,可能就会加速那个红夫人的一个二挂 追击第二个人的一个节奏,这边就下来,可以 野人待会可能还能试试的来保一波,祭司走是肯定走不了的 那这边可能洞拖一拖什么呢是可以的,但是走肯定走不了的 要走的话得野人 野人得怎么保呢?野人得中间来撞一波,但刚刚野人是没有猪的 现在有猪了,来保,看一下躺中间,好的 闪现千嘛,我还跟你稀里哗啦什么东西,是闪现千,对不对 不给你机会,赶紧挂飞,红夫人也知道老杨估计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种想法 一定要去真胜的,因为这个局呢,真不真胜,更多的是看挂飞以后的节奏 所以说他在中间是不能够给野人时间的 电厂被通缉到的,这边镜子台过来,过去留点远 野人肯定不可能再来救一波了 然后先知的话手里没有博命,过来,过来干嘛呢 救,救完,待会儿再来保一波啊 这祭司走不了 我是觉得不救会更好一点 我是觉得不救会更好一点 因为救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先知以一刀为代价付出了 然后呢还耗费了这个先知的一个休机时间 然后这边还通缉到了先知 哎呀 那你没了呀兄弟 你过来救这波,有点亏呀 那我觉得老杨这把有机会能赢了 我们算下机子了,算下机子 球图外面要连线修 这机子差的有点多啊 说实话这机子差的有点多 比我想象中要慢一点 就等于说是外面囚徒和先知野人修了一台 野人基本上也没怎么修 这边还抬镜子来干扰野人 这万一刀打中,老杨就赢了 32楼可以 囚徒这边被迫过来救人 被迫过来救人 三秒钟传送 二一传送过去,人救不下来 交个电,你交个电反正也过半了 等一下一个镜子抬,结束了 结束了,怎么说呢 这个电交的不错 这个节奏确实是老杨控的好 他那波闪现不给野人来盖尔的机会 确实做得非常不错 然后一刀好的 球人这边的话 我觉得唯一可惜的就是 先知一波来救祭司 因为他手里面没有东西 你说你有个薄命 把他救下来以后 能够多拖二十秒 倒是确实还可以接受 但没有薄命的话 其实没有必要了 这老杨应该要追伺了 追伺的话呢 抓野人有一些时间好抓抓的 这野人骑个猪 跟你斗圈圈 这边叫自骑 还能玩一会儿呢 机子擦的有点多 机子擦的 这机子 求者这边的话 即便是先知不来救这一波 我觉得都不一定够 我觉得都不一定够 因为先知不来救一波 那等于说老杨抓先知要吃两刀 主要先知来救一波 还有个问题 就是他被通缉到了 后面他被受伤了以后 还被通缉到了 位置太确定了 一个镜子直接抬走 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没有玄学这一书 这边直接投降了 你看改不改名好像也没什么用 改的不信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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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